肾阳那是维系人体阳气的根本 就像人体的命闻之火 给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提供能量 阳气不足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像是阳气不足子 阴寒内生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影响到体内的气血的运行 气血瘀制就容易引起腰酸腿疼啊 前列腺增生啊 以及身体长节节啊 那么其次阳气不足子 温序气化的能力下降 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潘冷啊 总觉得手较冰凉啊 肢体容易浮肿啊 一吃凉的就拉肚子呀 那么其次因为阳气还有胃外的作用 那么阳气不足呀 这就相当于身体的保护罩能力下降了 那些病邪业就很容易侵害身体 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 所以说补足肾阳啊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么应该如何补足肾阳呢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尽八味药 打补肾中之阳 散寒沥水 阳气足了 很多病就逃了 那么这八味药有属地 山芋肉 茯苓 山药等 那么在这个方子里有经典的三补三屑 即属地义啊 山芋药啊 山芋肉呀 这三味药均成为三补 可以说在补脾的同时呢 补肾 色精 固肾的精气 而泽泻 茯苓丹脾呢 这三味药合成三屑 可以把身体的浊气啊 肺水啊 给排泄出去 灵用方面也是为了防止补益太过 从而影响到脾胃的云滑 那么这个方中呢 有加入了桂枝呀 福子呀 这两个药 目的就是生活一生生气 因为在中医看来呀 气和阳是互为根本的一种关系 一方足了 另一方也就会随着增长 其实所有的药呀 细细看来都是有相互关联的 并不是单纯的 全是补阳的呀 全是补阴的药呀 那么这也意味着什么呀 阴中求阳 从而是阳得阴柱而化身无穷 从而大补我们的肾中之阳 那么这样一来 肾中的阳气足了 寒血散掉 很多病啊 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所以说大家在平常生活中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呀 不要做一些有损阳气的事情 像是熬夜呀 吃生量的食物等等呀 好